歡迎來到這個真正的隱言 這系列要說的是舊約聖經的罪事問題 所選出的經文是創世紀的人物故事 我想很多兄姐妹為了投入或享受看聖經 都喜歡將聖經故事比喻為電影或劇集 嘗試有這樣的心態 希望可以欣賞到聖經的故事 有時我們鼓勵鄭英姊妹看聖經都是這樣說的 既然你喜歡看電影的話 就當聖經故事是電影這樣看就可以了 包括我自己在內以前也曾經這樣做 但我近期有點反省 因為將聖經當成電影這樣看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電影劇集和文字故事 他們兩個本身是非常不同的媒介 電影和劇集是有聲有話 有豐富的視覺和聽覺的體驗 但文字的故事基本上就沒有這些東西 需要靠讀者的想像力 不過就算你喜歡看小說也好 你會發現將聖經當成現代小說這樣去讀 聖經的故事裡面的文學技巧 其實看起來都是稽稽的 非常粗糙的 你會發現聖經裡面的故事詞彙又少 用字又重複 劇情又重複 好像沒什麼生意一樣 然後聖經的故事又環境描寫又少 肢體動作描寫又少 角色的表情描寫 心理狀況描寫 其實全部都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面對現實了 聖經的聚事文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講故事媒介 其實全部都不是很相同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多謝40年前的一位學者 因為他教了我們怎樣去欣賞聖經故事 他的名字就叫做Robert Orta 聖經的文學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古老又陌生 所以40年前都有一些學者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就覺得聖經的文學是粗糙和簡陋的 甚至那時候有些學者 就叫聖經故事為原始的罪事文 Robert Orta 他就對這件事表示 強烈譴責 他就說這些觀點完全是現代人的狹藝而產生的偏見 因為在研究古典文學的經驗裡面 無論學者研究哪一份的古典聚事文 最終他們都沒有辦法不承認 作者在主題、組織、結構、文字運用上 刻意花了不少的心思 而且這些心思並不是簡陋的 這些心思是複雜而且巧妙的 所以Robert Orta 認為要重新欣賞聖經的罪事文 首先要放下現代人的偏見和驚傲 回到經文本身 透過仔細的文學分析 好像嬰兒學走路一樣 重新發現作者用了什麼文學的技巧 他就在《聖經序事文》的藝術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這本書裡 整合了他的一些觀察結果 歸納了《聖經序事文》的一些主要特色 這系列的篇章基本上每一篇都跟他提出的建議和提示有關 不過這系列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學術討論 而是在《創世記》裡埋下一些 令到你和我都沒有辦法忘記的記憶點 從而幫弟兄姐妹投入經文裡面 但在處理每一個《聖經人物》的故事背後 其實都一定有些值得討論的理論部分 所以整個系列的課程設計非常合乎人性 整個系列一共會演繹五位《創世記》人物的第一場戲 而每一個人物都會分為兩個部分 Part 1 和Part 2 就像這個隱言一樣 Part 1 則是故事演繹 而Part 2 則是補充說明 Part 1 則輕鬆一點 Part 2 則學粹一點 弟兄姐妹可以自由地割取所需 最後在這個系列正式開始前 就有四件事要提提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每一課都有一些相關的經文 但我們只可以在下面引出一小部分 請自由去閱讀上下前後的經文 第二 課程編排並不是按著深淺程度去編排 而是按著人物在聖經裡出場的次序 所以整個系列沒有跟不上 每一課都可以獨立去看 第三 在最後一課的總結部分 就會有整個系列所有的推薦閱讀 推薦影片和筆記的連結 讓大家參考或者批評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在每課的時候找不到那些推薦閱讀 而第四件事 就是當你在整個系列裡 你覺得內容上有些字眼 令到你聯想起當下的處境 或者是一些社會現況的話 請放心 隨便運用你的聯想力 不需要刻意禁止 這個其實正正就是看故事的樂趣 想不到一個這麼短的系列 隱言竟然要分成兩段片 但是有誰說隱言不是重要的呢 所以在隱言最後的部分 就偷偷地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其實你接下來所看的整個系列 都只不過是一個隱言 在那裡